9月18日我們有在召開一個 金華社宅堅底民溝身份與出途史前條件 後續的保存方案的一個專案會議 那這個會議的結論大概有幾個 大家幫我報告一下 目前其實金華社宅基地的堅底民溝 它在一個台北監獄圍牆基範圍內 那我是依照文資法第33條、35條、57條跟71條規定 以及剛剛我報告過的 103年5月8日第57次的文資會議決議 那已經歷經了從109年到現在 經歷視覺計畫、擴大視覺計畫 提取跟展示計畫的成績 並且還有持續的施工尖探 那相關的背景跟資料來源其實還算很清楚 就是剛剛我們剛剛報告在藍色的台北 其實有滿完整的一個紀錄的一層 那其實已經經過三次的文資價值專案小組會攤後 那其實需要依法進行身份合理的認定 確認後續的一個處理程序 那所以說會依據相關的身份進一步的執行 修復在利用計畫的調查研究 以及修復在利用計畫的相關的施作工法 工法的一個確認 那如果沒有身份的話 那也會併入原本的一管二廊三門戶的計畫 作為現地展示的一個處理 那所以說請務部員還是依照 之前的一個專案小組會攤的一個狀態的診施 第二個部分是 重大發現的史前條陶劍的擴大視覺 擴大視覺 以及涉台基地內的教育訓練活動的一個辦理 那請發展局跟深社單位 另案提出送審 那請他們在一個月內提出送審 並且經過我們委員的一個審查 那再來是本案的視覺調查 跟以後提取展示計畫 出土的物品跟維護 還有文資監測保護計畫 那目前的經費花費 目前的一個高度算表 它已經包達八千多萬 那日後可能還有其他的需求 那只是文資局目前也沒有上位 建立考古視覺的經費標準 警察官方案外還是斟酌 需求並建立機制 也避免造成資料不當的一個非議 那再來是委員 如果由於跟這次價值評估 比如說比較不相關的建議 跟其他的建議 比如說在澳闊關心台北城 國務館的一個進度 主要如何去呈現 呈現這些遺跡 或者是這些東西的歷史 或者是全區古基的指定的部分 它其實還是需要新的市政的一個提供 那這部分我們會 會不會再提 將送到相關單位去做另外的規劃版 那並不妨礙 反而我們這次正會堅定民勾 這次正會重大發現 叫我們原有 叫原有的一個視覺 擴大視覺報告書 一個更重大的發現 才進行一個身份認定 那是因為資用的部分 其實大家可以看 其實視覺調查計畫 其實大概花了550萬 那過通視覺大概有 大概700多萬的一個發費 那後續還有一個提取跟展示計畫 書版書圖品的一個維護保存 還有其他的一個持續的文資的一個 建設保護計畫 那總而是8000多萬 那是由多萬局這邊來提供的相關單位 那以上就提醒審議會審議 那請委員參佐三次的專案小組會帶意見 定義審議決議 來換你後續 這一個相關的一個動作 謝謝 謝謝 謝謝科長 你詳細的報告 有機會來我們做幾遍 剛剛科長你報告過 不要再提醒 各位委員說明 好那就由我這邊都發局主辦公司來說明 感謝委員給我們這個機會來說明 就是剛才就是 已經有提到 歷經三年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探註 的探註跟視覺等等 那來今天針對堅底民鉤 都跟史前逃遍等等 我們都會鑽重委員的這邊的一個指示 後續我們希望能夠跟這個新建的設改 能夠共存共共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現在現在執行的案子 我們有找比較優秀的廠商 我包含近時講的廠商 建國工程 以及考古界的知名的廠商 我們顧問來做這個案子的 怎麼工程的這個 負面的這個的處理 那至於說設計的部分 我們劉沛森信用師今天也本人也到場 都非常重視 那未來我們會依照這個SOP 趕快進行後續的公眾考古的 教育不法活動在10月會辦理 然後以及施工先探等等 後面會再把這個保存展示計畫提出 那未來也都是我們獨發局來 國外管理的命令 我們會把它做好的 那再補充 因為這個案子是我們獨發局自己辦的 那我們有設計後續裡面都是我們 那當然局裡面對於這個案子的文資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相信我們獨發局的案子 相信我們應該可以 就是說相信我們一定後面會完全的做好 特別是這個獨發局自己做的案子 那不過呢 因為不管是意見或是普及 當然普及會對我們整個案子的影響會比較高 我們可能要重新再來做變更設計 不過這個就看今天 那我們希望是說能夠讓我們這個案子 今天有一個身分的確認 讓我們好去展開後面的一個工作 因為你現在可能會在口袋這裡 所以如果今天可以給我們一個身分的確認 我們後續完全配合 可以展開所有的後面的工作 以上不錯 好 謝謝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關心本案的一些朋友 各位好 我是劉培生 請代表這個設計單位 看各位做個請教的說明 我們事務所指 於2019年 年底的或許的設計權責 或者之後能夠依法進行相關的文資審議 也依照文資審議會的一些決議 進行兩次的考古視訊的調查 這些當然都不是在原先的理由的項目裡面 前後 歷經了兩年多的文資審議 期間也都是合調整建築設計 那束縛在這案上 當然投入了更多的新力 其實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社會出產的新建 和文化資產的保留 可以展示可以共存共同 打造一個蘊含城市發展歷史的一個社會主宰 就是能夠讓文化資產的價值 對大眾所看見 而且能夠永續的流傳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在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剛才提到了一管二廊三門鋪 就是我們一些展示的一些企圖心 軍國那麼長的時間的審議 因為它設計過的時候 我們有思考過很多的設計方案 其中我們認為如果能夠把監主的文鋪 能夠讓它有條件的移動 在修復氣味的話 它不僅可以使勾情的展示 以後續的文鋪 或者更完善的處理 可以按時的 就準時的完成社會的主宰的新建 符合最大的公共意義 當然就是說它的這次的決定非常重要 如果是不能動的話 因為我們的基地費的話就是狹長 然後我們這個如果要退縮的話 完全不能動的話 就會影響到計程車委員 就是說我們是會有從三層地上市的開花 停車場會增加到五層 增加深開花兩層再加運動五層 增加它的工程金費等等 整個案子大概會再延遲兩到三年 但是這個當然就是必要的一個過程 但在事務所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完全 如果我們不論它的身分是如何 我們事務所都會以最高的標準來看待它 希望能夠做到最好的展示 最後我們是完全尊重在周圍員的一些專門談論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這邊有最期發言的一位請問 那就是從第一位開始 人各的一位請問 這邊說明一下 那就是發言時間只有三分鐘 那我們在第二分鐘的時候會想一次 在第三分鐘的時候想兩次就第一次發言 謝謝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崇維軒 就是我同意堅頂溝 它是就是這個炒建的形式 然後它 不知道是它的不同排雕 就在那邊 但是自己接水溝是不太一樣 但是它應該不是只是一條水溝 它是一個排水系統 就是日本人在設計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系統的 所以我們只能阿三就是 視為一條水溝 這一句移動它的話 我們永遠沒有機會去理解 就是這個監獄內的排水系統 那排水系統跟什麼相關呢 跟就是地面建築的使用是有關係的 這樣我們也永遠沒有機會去理解 就是排水監獄曾經怎麼樣被使用 那就是它是一個就是建築結構 就是大型建築結構那樣 建築群體驗的一個排水系統 它又跟什麼排水系統的關係 跟道路後面的排水系統相關 那道路後面的排水系統跟什麼相關 跟當時的衛生政策 當時的都市計畫也有關 所以只是把它視為一條排水溝來處理的話 那個是就是我們會失去它的耐露 我們永遠沒有機會去理解這個東西 那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剛剛其實是有提到說 近年的發掘是有發掘到像是 真實或其他的建築結構 那其實不難想見 如果只是看到水溝處理水溝 那未來很可能就是 會時時面臨到發掘到更多的 發掘到更多的移構 然後要時時停工 或如一開始就先全面調查 就是全面的研究去理解它 因為時時停工的話 那個就是時間跟金錢的考量 對所以 而且既然我們是用發掘 是用挖這個字眼的話 那它其實是非常考古性質的 那它應該要被視為一個是考古遺址 來處理 如果只是看到水溝處理水溝 看到水溝就把它搬遷走的話 那就是以上就是我剛剛所提的 都是我們未來會面臨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第二位 教委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想講的一件事情 它不是只有一條間體名通 它是罕見的復活文化資產 請大家翻看公知法 有沒有 它會告訴你講說 第四條你講過關資產得經審查後 以系統性或復活性的類型來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地下隱藏物 它是一個地下隱藏物的一個概況 下一張 我剛才講到 全台灣沒有復活文化資產 台北市要不要把握這個機會 各位 我現在要把我們的林副市長 在議員的時候 他所質詢的案子拿出來看 他講到重量量法規劃 過去這些都消失掉 所以過去我們會看到 即使我們現在把台會這樣保護下來 那又怎麼樣 他現在變成了什麼 旁邊的龍井園區 變成了在消費羅浮星的這些地方 在羅浮星山口 後代山上燃發 所以我們開始要做到 怎麼樣去做一個比較區域性的 這樣子的保存 下一個 那我們回到溫子法去看 它是地下隱藏物 我想這邊應該有考古的老師 我們溫子審議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到它的類比 十四項裡面 九項有形財 應該是哪一項 它是指地下隱藏物 所以你去看基隆的諸聖教堂 它是用遺旨審 三分子 它是用遺旨審 今天假設我們用遺旨審 其實是 又想移動它 其實是不對 我們需要講這件事情 它以難為講非常近 各位地下挖山城 它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大職的案子 各位委員啊 我們其實要單支的是這個地 而且它把整個範圍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 然後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法治局已經講到 你看到這些所謂的遺旨 它其實現在是建議到 要限定保存的原則 好下來 那我們講到這個城牆 它講到的是 過去日本人 它其實是用來懲鎬我們 對台灣人來講 它是個負面文化資產 這個場域它其實有非常重要 嚴肅的一個面向 其實它做為負面文化資產都沒有問題 下一個 好 各位我先把這張 這是我們過去的校圍 站在堅定的勾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1922年所謂的學生暴行事件 就是我們被調這個學校 它是10月 我們有12名學生被退學 35名去 學生被停學 還有15名被規則 各位 這是我們對日本政府的反抗運動 我們站在內號勾上面 各位 今天要把它移的這件事情 我們對得起我們的過去 所謂的抗日這樣的見面 下一張 不只有先領鉤 其實你還看到 我們陸續挖衝很多 它是個全區的概念 它是個全區的概念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在附的 也是都市計畫 這個歷史責任 好 再下一張 好 那過去大家講到說 你關於這些新史證明 必須要做所謂的一些歷史調調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其實 慢慢陸續出來 但是還不夠 那這張圖在郭老師的臉書上 不小心看到 我就把它倒成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好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尊重歷史 謝謝 謝謝 好 第三位 來 我開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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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我發現有沒有很驚訝 我一點都不驚訝 因為其實十年前 十年前開始那個時候 和我也很有幸跟一些市民朋友 團體發射到周遭的幾個 特區發展閒論 我們一起提報的時候 其實已經從書籍資料預知到 就是有一個地下系統 那前面兩位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其實沒有很驚訝 就是說這個是十年前就知道的事情 那我想簡短的時間補充一下 就是說它不是排水溝而已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 公共衛生都是計畫的意義 但是我想更準確一點說 就是要知道這是一個舊監獄勤務所 那這個在二十世紀初 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如日本 其實它有特殊的意義 當時國際間 歐美在觀察就是日本 成為一個新興的帝國 現代化國家 它其實非常注意 它在這類型的機構建築上面的 施作居住環境是否符合人權標準 那公共衛生室在這個意義上面 有它很獨特的意義 人權的意義 所以這一點我想是很重要的 不是把它當成一般的衣服衛生室來看 我們從資料上可以看到 其實當時的這個所謂的排水溝系統 有四千兩百三十二間 那間是日本時代使用的單位 換算大約是七公里長 所以其實是很 它的購內購外都有的設施 那所以確實就是 如果十年前就有比較完整的調查 如果想再來做或續各個新的經濟相關的規劃的話 可能今天政務司團隊不會這麼辛苦 就其實我覺得 那個很令人尊敬的劉佩斯政務司團隊 只能來參與這個案子 它的先天有這些挑戰存在 那我最後想補頭說 其實這這十年來 有時候有機會跟日本韓國的朋友 學界的朋友交流 博物館界的朋友 其實首爾西大門行務所 相對完成保存的博物館 館方其實真的認真的問過我 就是說 它被行務所的保存如何 然後他們有沒有機會跟我們串聯 甚至做什麼樣的推動 那我都很遺憾很難 很難說出漂亮的回答 就是 但是我想 我們現在好像還有一點點氣味 那也很 我們很希望委員們能夠做出最好的 最終權利的決定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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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王韻佐 我懇親委員決議本案的 堅定民國應該要連同所在的 金華社宅基地 我以下簡稱基地場域 以一次考古移植的法定程序 進行更全面的研究調查 跟研究其文化價值 然後再辦理審議 我說明如下 第一 考古證據顯示 尚存於基地內的文化資產 很可能超越藉由的評估 保存情況教育其家 而且我們應該要著重於他的場域特性 進行全面的 一直的調查 然後再做考古審議 我引述考古家 江振華副教授說的 藉由109110年到今年的發掘 可以知道 地下除了堅定民工 這個文獻有機率的結構之外 其實也有其他文獻沒有記載的灰坑 還有大量的遺物 那包括磁吸跟現代物 那這些考古發現 其實記證明了過去的地圖資料 是有遺漏的 也並非所有的結構 都有被日本時代的地圖記下來 而這兩片史前桃片更顯示了 過去的視覺目標設定在了解 舊台北監獄這件事情 這個架構是需要再調整的 那可能這不只是一個 舊台北監獄的考古遺址 它可能是我們未知的 超過我們的既有理解框架的遺址 在這個情況下 應該要針對整個金華社宅基地 所在的場域 重新進行研究評估 這次堅定民工的清理 也再次的證明 我們原先以為地下文資的狀態 其實並不如此 它流存的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多 也有可能叫原本保存的情況 就是比我們想像的多還要好 所以希望考古遺址 古遺址 剛才蕭老師說的這種 複合式的複合式的文資場域 不要在未經充分研究評估下 被劃分還有犧牲 那這段說明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我這邊做的 現有的文化資產 除了堅定民工 其實還有更豐富的物件 還有其他構建可能 這件事情就推翻了剛才報告的基礎 說103年有限的資料的諮詢會跟審議 當時說這個地方不具考古遺址 這樣子 現在我們已經是112年了 我們已經得到更多出土的遺址 證據了 所以我們恳請所有員們可以超越 這個已經不再適用不符現況的判斷 基地不是不能開發 可是你一定要在對儀式遺址 做充分的了解前提下再去做開發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這一次的決議其實也表示了 就是你一定要對這個場域 做更全面的研究調查 然後這才是更周旋的做吧 因為你如果現在只審議堅定民工 不是整個全區做研究跟調查的話 後續如果陷入了施工監看 就變成說每次監看遇到新的穩資 你就要停工 那停工的話那是更多的錢 那對於整個國密也是更大的緊迫 也是時間上還有金錢穿過 是一個緊迫跟消耗 那再來呢 剛才我聽到的相關單位說 會在一個月內請提醒提出 針對公民的教育推廣的活動 那身為一個公民 我希望委員協助舉人 決議這個具體的旗程 務必推動 讓現地的參觀跟導覽解說 可以盡快的實現 這塊土地它其實我們還是要記得 它是屬於公有用地 它承載的屬於台灣人 被壓迫跟抵抗的大小 歷史跟經歷 它一定要超越開發 容納多元價值 而且兼顧公共對歷史文化的利益 然後請大家寫出守護文字 最重要的是 再來是法規面 我一定要跟大家還是說明一下 這一條呢 無論你剛才說的 33355777 無論用哪一條文字 你都還是要考古名字的發覺方法 對 那對不起 主席有一個是 不是我的說明 是我的舊程序思想 就是我們還要主張 我們還是設規定 規定 欸對 我這是依照規定 但是因為 程序主張的話 我們主張利益迴避 就是杜法局跟相關西瓜局 依照文字的這樣 他提到我的報告 好不好 好 OK 好 謝謝 喂 主席委員大家好 我是剛剛有講到 103年的時候 我們用了全台行務所 關懷聯盟這個名義 提報了相關的資料 那那個時候 很遺憾收到的資訊是說 覺得資料不夠完整 但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有派人 去日本國會副書館 資源地專區 專門去翻資料 也有派人去日本的育政協會 找到當年那些領域長 他們的日記 還有他的領域 所以包含像是 今天講的那個 所謂的排水系統 其實他連他的排水量 還有他的高層 其實那時候都有附圖 然後 領域長 他們在整理這個 台北行務所 他們有講過 他們曾經在哪邊 挖到了哪些東西 那這些資料 在103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放在 我們提報資料裡面 然後很遺憾的是 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當年講的東西 陸續出現 那現在我們還會想要知道的是 這個地方 其實承載了非常多的文史脈絡 不論是抗爭 不論是社會演進 甚至公共會生 那到現在 其實公宅很重要 這些文史古蹟也一樣很重要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圈來 而不是說哪個地方會哪邊 然後就可以呈現這個公宅完整性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個場域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 台北市在文化資產上面的努力 到底做到了什麼 那在這些東西 其實它慢慢的展現出來之後 我們有沒有辦法 回頭去看看 當年講的事情 到現在 到底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分證 有沒有地方是可以去演戲 那這些其實才是我們這些民眾 願意補償的 去到各個地方 收集這些資料 再出來提報 那希望大家 後續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方向到底要往哪邊走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到一個時間點 明天其實在台灣 在整個世界 是很重要的一個名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呈現這些事情 適合靠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再先看 好 那個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部會第四八頁 我要先針對程序問題提起一個提議 是這樣就是因為本案 我們從剛剛看簡報到 適用法條都是 一開始談的是我們的57條 文字法57條 那包含探科那些使用名詞 都是使用超過一致相關的專業來做進行 可是我們在這次的提報 甚至這次的 這一次的審議過程 我們卻是使用的是30條跟35條 也就是我們的歷史建築古今